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现在很多人以为自己上了年纪,消化就会变差,平时就要少吃肉,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今年75岁高龄的刘大爷和同龄人一样,都被高血糖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胆固醇等的慢性疾病所困扰。 家里人也认为年纪大了吃肉多,身体不好消化,就基本都给他安排,平时吃素食,就很少吃肉。 可在后来的身体体检中却发现,刘大爷竟被查出身体营养不良。 那么,到底是自己年纪大了?老年人是否平时应该少吃肉呢? 老年人到底是多吃肉,身体更长寿,还是平时少吃肉更健康? 今天我们就一起详细了解一下,老年人吃肉或者更长寿,首先我们要知道,肉类食物除了含有汁之外,主要提供的营养素是蛋白质。 蛋白质对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简单把它分为三种,第一种是提供身体细胞活动所需要的热量,第二就是调节身体生理机能,第三就是修补身体的健康组织,老年人到底需要摄取多少蛋白质才足够呢? 因为在我们整个生命的周期里,从婴儿期到青春期这段时期是人体生长发育最快速,也是身体蛋白质需求量最多的时候。 反之,对不需要再发育的银发足来说,如摄取过多的蛋白质反而会身体造成肝脏,肾脏的负担。 根据营养学摄取参考量指南,建议50到7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公斤体重应摄取0.9至1克的蛋白质,对我们身体就已经足够。 此外,有老年人生理功能退化的关系,尤其是在牙齿咀嚼功能逐渐下降和舌头味蕾数量减少的情况下,会对味道清淡,会咀嚼的植物性食物。 这一间接造成了老年人、蛋白质、脂质等营养素的吸收缺乏,时间一长的话,老年人就会陷入身体营养不良的局面。 更为重要的是,老年人由于年龄增长的原因,就会出现肌肉减少症,肌少症会使老年人的身体衰弱,智力能力逐渐下降,生活品质还会增加跌倒,认知障碍,情绪问题的发生率,继而使得离病率高。 育后差,死亡率高,医疗花费还会增加。 而当老年人摄入高蛋白食物时,对肌肉减少症,有着非常好的预防作用。 在一项横跨11个国家的大型研究中发现,常吃摄入高蛋白食物的老年人比常吃素老年人更为健康,不仅罹患癌症的风险会逐年降低,而且身体寿命也会更长。 那天天只吃青菜豆腐,不吃淡奶肉类,身体就不营养吗? 虽然豆腐中所含的蛋白质是对我们身体具有非常高的生理价值,但它却缺少维生素B12。 加上老年人本身未必的细胞萎缩,胃酸以内在因子分泌均减少,会让蛋白质分解减缓,就算是食物中含有维生素B12,也不可以完全地吸出,一共吸收。 所以,若食物中在缺乏维生素B12,会让恶性贫血,严重时候会足以致死。 这两种肉最以老年人。 众所周知,肉类食物里除含有蛋白质,也含有油脂,然而油脂可以分为可见性和不可见性油脂。 一般均衡饮食,所建议的食物量里,就含有大量足够的油脂,如一份110克的豆腐和一份50克的瘦肉,又含有5克不可见性油脂,加上炒菜所放的可见性油脂,这些其实就已经足够升级手续,若选择油脂含量多的肉类,希望能够帮助排便。 长时间下来,会造成我们心脏,血管和肠胃道非常大的伤害,一般来说,以下两种肉最适合老年人。 一,鱼肉如你经常吃鱼,你就会很清楚它有多美味。 然而,除了美味之外,华盛顿州卫生部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,鱼肉脂肪含量非常低,蛋白质含量非常高,不仅如此,它还是维生素D和B2的极好来源。 此外,鱼里还含有钙,零,这两种矿物质都支持强壮健康的骨骼和牙齿。 此外,老年人在饮食中添加更多的鱼肉,还可帮助提供大量地促进健康的矿物质,比如铁、铅、铁、铁、铭和钾。 简而言之,一盘鱼会勾起老年人的味蕾,从而提高改善老年人的整体健康。 二,禽肉新鲜的研究发现,我们在食用大量的红肉,尤其是加工过的红肉,与早食和慢性病有关,特别是火腿。 热狗等待加工肉类,就会导致关心病等疾病的发展。 而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,肚脐肉,比如肌肉等代替红肉和加工肉等,人心脏健康状况更好,也可很好降低患癌风险。 对于我们老年人而言,好多人本身就患有慢性疾病,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非常高。 因此,我们更应该懂得多吃勤用的好处,值得注意的是,老年人在吃禽肉的时候一定要去皮的。 另外,老年人在饮食上应遵循两个原则,在现实的生活之中,好多老年人都会对自己的饮食有很大偏见。 曾经,我到一所养老院去给老年人做营养指导时,比如好多老年人对痘类的认识,只知道罹患痛风的人绝对要忌口,血胆固醇高的人只需要少吃鸡蛋。 当我在提醒怎么没吃青菜的时候,老人们一脸嫌弃的样子,可空的有的时候不觉得,回说有金菜呀,你没看到我有加毛豆吗? 原来在老年人的观念里,把毛豆当成青菜精油,解释后他们才了解豆所含蛋白质和肉类是相差无几的。 因此,不管如何,老年人在饮食的过程里一定要遵循以下这两个原则。 一,我们饮食要多样化考虑到老年人生理功能的改变。 我们一定要学会饮食多样化,每餐除了摄入蛋白质之外,也建议摄取蔬菜水果,因为蔬果里除了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也含有维生素、矿物质等的营养素,可有效促进肠胃蠕动,防止便秘发生。 假如是考虑到我们牙扣的问题,其实除了费心阻软一点外,亦可以选择根筋内的蔬菜,比如说是丝瓜、苦瓜、萝卜,或者是将蔬菜切成小丁、小段等的方法。 二,蛋白质适量吃的话,建议老年人在蛋白质选择,上可以多样化,但是不可以过量,那我们应该要摄取多少的蛋? 豆,鱼肉类才不过量呢? 建议我们每天三到四份,一份肉类的摄取量,如一份鸡、猪或者鱼肉,约半个手掌大小,等同于一个鸡蛋和一块传统豆腐里所含的蛋白质。 总体而言,希望老年人除了吃的食物要健康,活得更要快乐,建议老年人注意营养均衡外,更别忘了要活动和长饱好心情,培养正确的饮食观念,才可以很好地赢得长久的身体健康。 好了,朋友们,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,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,快快乐乐,健健康康,平安幸福,我们明天再见,拜拜。